巴尔干半岛内陆国家塞尔维亚政府 为了遏制新冠疫情实施的防疫对策反反复复 从早前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关闭边界实施宵禁 到5月解除禁令后 近期又因为新病例的持续增加 政府再度宣布19座城市进入紧急状态 首都贝尔格莱德市民不堪高压困扰 包围国会要总统下台 结果触发了大规模骚乱 街区乱成一团 成千上万愤怒的市民涌到国会外 丢置火把和烟花 众人生生抗议 不断高呼要总统武器齐马上下台 一些还设法用武力闯入建筑屋内 但被防暴警察阻挡 发射催泪弹 驱散人群 塞尔维亚5月7号解除紧急状态后 防疫松懈失控 步入7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更录得但瑞最高确诊299例 13人死亡 累计确诊16719例 至今死亡330例 基于疫情走势堪忧 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四座城市的应急医院 处于饱和状态 总统武器齐宣布 首都等疫区重新封锁 禁止5人以上聚集 星期五到星期一再度实施孝禁 武器齐也言辞反驳外界批评 使他为了举行选举而过早解除封锁令 反反复复的对策令病例激增 但民众并不买账 塞尔维亚三天前公布 武器齐领导的前进党组成的党派联盟 在选举中赢得超过60%的选票 难过188个议席 虽然成功掌控议会 但执政联盟眼下要如何收拾残局 同时保障人民的饭碗 却是一个大难题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